发生在高雄的事件也是非常的离谱 竟然会有医院开错刀 这真的很夸张 对 怎么一回事呢 带大家来看一下 再是高雄市的民生医院 在四日的时候发生严重的医疗缺失 工友呢 还有病房护理师 手术室的护理师 麻醉以及执刀的医师 都告错病患开错了刀 有五名经手的人员 通通都没有发现送错病患了 而对此呢 民生医院就表示 已经对涉及疏失的五人追究责任 并且记过惩处 也会全力配合卫生局的调查 最了解是病房内一名黄姓男患者 原本他是因为低血压住院 并与另外一名张姓男患者 住在同一间病房 四日原本是张姓男病患 要做胸腔引流手术 但是协助推送患者的工友 却推错病患 错把黄男推进开刀房 护理师给药时 发现黄男不在病房内 才发现工友送错病人进开刀房 想制止时已经来不及 胸腔手术已经完成 高雄市卫生局副局长说明 针对这起开错刀的事件 已经要求院方要积极照护 目前院方对开错刀的患者 已经进行了扎护照顾 并向家属致歉 同时院方已经召开了人省会 就责五名相关人员 均记过处分 而卫生局今天也开罚 民生医院50万元并对五名疏失人员中的四人 各记过一次 主刀医师既大过并移赴惩戒 并处分相关单位主管 同时免除严佳琪的院长职务 另外很多歌迷一定都有关注到 在上周六南韩的歌星IU 他是连续在两天在台北小巨蛋举行演唱会 吸引万人朝圣 而女神除了展现风采之外 他也邀请了12名的台湾小朋友 在开场的时候担任舞曲 但是其中这个红圈圈画起来这位 哇他的身份不一样 他是谁呢 他就是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以及曾馨怡的大女儿妞妞 IU在小巨蛋飙唱开场曲时 身旁一路出现12名的小朋友伴舞 孩子们活泼又标准的动作备受好评 就连IU也称赞 表现得非常棒 原来这12名小小舞群 其实都是经过选拔脱颖而出 才登上舞台与IU共舞 令人格外注意的是 这12人当中 其中一名小舞者 就是郭台铭的大女儿妞妞 正式上场之前 妈妈曾馨怡也特别到场鼓励 在台上妞妞也展现了稳健的台风 以及舞蹈实力 大街的关注体育消息 大谷祥平的前口议员 39岁的水源一瓶卷入千读丑闻 那么预计未来几天会面临指控 也将承认联邦的罪名 而根据了纽约时报等外媒的最新消息 他当初可能是改变了银行的账户 导致大谷说不到任何交易通知 使得大谷成为诈欺行为的受害者 纽约时报报导前口议员水源一瓶被指控 窃到大谷的数百万美元 偿还运动博弈的赌债之后 已经在3月被盗棋队开除 如今他正在协商认罪事宜 纽约时报也引述调查结果指出 水源一瓶可能改变了银行账户的设定 因此大谷祥平收不到任何交易通知 此案调查即将结束 是由美国国税局刑事部门 洛杉矶办公室 国土安全部 美国联邦检察官加州中区办公室共同负责 美国八卦新闻网站也引述了执法消息人士的说法报导 说大谷祥平对于这场花费至少450万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1.43亿元的骗局是毫不知情 黄自焦呢因为看了这个创意私访的偷拍影片 引发了轩然大波嘛 那我们要先带大家来看到就是这个统神呢 他在直播当中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些评论这个事件的话 他就说了也没有那么严重啊 我也想要对未成年怎么样啊 因此呢也引发了一番争议 那这个统神呢他坚持是不认错的 不过呢他在昨天晚上就在直播当中 call in了这一位社民党的台北市议员苗伯雅 同时吸引了上万人在线观看 没有想到这一次呢统神却是被苗伯雅 给狠狠地上了一课 数次呢被打脸到难以回嘴 而且苗伯雅甚至是要他以后 只要讲游戏的事情就好了 让不少的网友看了说统神这一次输得彻底 来你不要改 你一辈子都不要改 你一辈子就这个观念 都不要改 我只是告诉大家 台北市议员苗伯雅 与实况主统神开直播 隔空对战 但30分钟之后 像我不是电玩界对不对 如果我今天乱讲一个电玩界什么 我讲错我一定被喷爆嘛 有可能对 对啊那一样嘛 那你今天也是跨领域嘛 那你跨域讲错了被喷爆啊 没办法 那你以后就先多讲你本业的事嘛 K.O. 让原本咄咄逼人的统神 乖乖做好上课 苗伯雅昨日晚间针对黄子焦 持有魏成年偷拍片一案 以自身法律专业开直播科普 失言却坚持绝不道歉的统神 直接口音进节目 眼看冲突一触即发 魏成年这三个字不只有16到18岁 魏成年是0到18岁 我讲的是16到18岁 我讲的是17岁啊 不对不对 来 我有整理你的逐字稿 我有整理你的逐字稿 你看你自己逐字稿 我帮你恢复记忆哦 统神辩解 他是针对16至18岁的何一姓焦 不过苗伯雅认为 他并没有说清楚 但统神接着在出招 如果你认为检察官怎么还起诉 你要不要去检讨一下检察官 被众多厂商解约的统神 更像苗伯雅抱怨 苗伯雅耐心的替统神上课 最后跟温情喊话 阿航 真实的你当中 一定有包含温暖善良的面相 对啊 那你就展现真实的你啊 为什么你都不展现温暖善良的面相呢 对不对 统神虽然不停为自己辩解 但在苗伯雅的授课及感化后 也只能回答 对 好 我知道 双方和平结束战局 统神因为失言风波 遭到厂商切割 那原本呢 他自己说他是坚持不道歉的 甚至说 即便没有任何工伤呢 我也一样可以这样过一辈子 不过呢 就在昨天晚间呢 被苗伯雅上了一课之后呢 统神他在凌晨三点 就在脸书粉砖发文道歉 说我是真的要为我的无知道歉 统神十日晚间 在直播间中表示 自己不爽的事 被绿营侧意污蔑扣帽子 至于厂商切割 他根本不在意 因为他已经赚够了 不用接工商 一样可以过一辈子 不过时日晚间 统神在抠印 立场片律的台北市议员苗伯雅 结果被对方狠狠上课打脸 统神在凌晨三点左右 在脸书粉砖发文道歉 内容提到 苗议员的讲法 确实是我第一次听到的 这边我有学习到 我是真的要为我的无知道歉 那最后也要谢谢很多朋友给的指教 我愿意诚恳的道歉 以后也会多看 多听 确认事实的情况 才发表一评论